外國有些英語系國家就英文 你用多語系國家在這個上面比較不適用 因為它上面的Menu名稱都是中文的 如果你要寫成多國語系,很麻煩 但是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建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你要給Menu名稱 Menu名稱要宣告為Final的一個常數 常數名稱的話,這邊有一個 比如About跟Quint 它的編號的話,第一個是First 第二個是First加1 第三個是First加2 反正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給它一個編號,一個常數 再來就是Uncreate 你要兩個方法 一個是加入功能表的項目 所以這邊會增加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Uncreate option menu 就是當Uncreate 就是當那個Activity 它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就要有這個Menu 也同時要有這個選項的Menu 這裡面的話,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就是利用Menu這個引述 這個引述 去Add 這個第一個 零的話是Governet 就是群組的ID 然後它的名稱 就是配合上面這個名稱 然後它的Order序號 跟它的上面要跳出來的訊息 然後一、二 我們兩個而已對不對 然後最後的話呢 當點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就還要創建一個什麼呢 一個當按下去的時候呢 那你要去Run那個程式 就需要第二個方法 就是叫On Options Item Slate 那這個名稱的話 說真的 一般人 光要把它背下來 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過你至少 像我的習慣這樣 反正到時候我要上課嘛 我就看樣的圖我就知道 那為什麼? 因為這東西不用背嘛 你看一下看久了 你大概就知道 可是如果說你完全沒有參考 就像你沒有做筆記的話 那以後你要從頭再看書 把上學期那本書拿來看的話 是很辛苦 翻到哪裡也不知道 而且現在的這個人就會書籍 他寫的其實說真的沒有很清楚 沒有很讓你一目了然 多半都成事嘛 OK 那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呢 這邊也順便跟各位做個複習 也是一樣在這個地方 08的方 程式碼的方法二 那第二種方法我比較建議 因為呢 它可以針對多國語系 去做設計 那第二種方式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簡單跟各位做個複習 其實呢 你會發現 還是 全部都會來做